公益好莱坞电影 Site从黑暗走向光明 于10月27日在美国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全美各大影院隆重上映 这部电影讲述了世界著名眼科医师 哈佛大学和MIT双博士王明旭博士 坚持自己的理想一路克服困难 兼顾求学 在求学过程中与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作斗争 刻骨钻研发明了羊魔隐形眼镜 帮助了来自世界许多国家孤儿 重建光明的真实励志的故事 在五月亚太传统文化乐 支持华裔为美国和世界做出的贡献 王明旭博士带着这部充满了正能量的励志影片 来到了费城和华盛顿DC 让费城和华盛顿DC的华裔同胞们先赌为快 在费城得到了当地社团 宾州华人侨团联盟 东西方文化学院 中美文化委员会 费城旅美科技协会 美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大费城美国陕西同乡会 美国亚裔学生中心 费城姐妹舞蹈团 扣扣快乐舞蹈团 East West IT Services LLC 大费城福建同乡会 美国东北同乡会 大费城华人参馆协会 费城福建侯语联谊会 美国侯语民俗文化中心 宾州广西同乡会 大费城华人工商联合总会 美国闽南亲友联谊总会 费城中国文化海外交流协会 宾州福建商会 北美莆田乡亲联谊会 美国费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 费城华人协会 国际海峡文化交流总会 美国费城妇女联合会 大费城连江同乡会 宾州华商会 大费城印尼华侨联谊会 宾州四川同乡会 世界孙中山基金会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圣约瑟夫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费城亚裔酒商协会 宾州华人工商联合总会 费城台湾同乡联谊会 大费城侠西同乡会 美国福建闽侯工商总会 费城京剧社 凯德慈善基金会 宾州亚裔联谊会 旅美科协费城分会 福建近江青年联谊会 费城梅阳香炉牛巷三项联合会 费城长乐工会 美国华人建筑公司费城分会 费城桥学界华人社团的大力支持 主办方宾州华人桥团联盟 协办方和赞助商 东西方文化学院院长张西川 张西川也是大费城陕西同乡会会长 于5月26日在华达酒楼 为社团领袖和各界精英 举办了常观赏宴会 宴会现场 张西川院长介绍了 王明旭博士的背景和经历 他回大学和麻省领域学院 两所大学的双博士毕业生 他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拥有这个激光 物理博士学位的白内障 和雷斯眼科 外科人一顺之一 他做手术做了五万五千次 所以希望在座的每个华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也许在座还有更完美的故事 也希望你们有一天把自己的形象发在一幕 为华人争光 华人在美国这个统集上的奋斗 这个故事上一定要是让很多的人知道来哪里 怎么样我们能通过像这样的电影 能够激励其他所有的华人 Stand up Voice of concern Tell our stories 华人有说又做到 但是我不够 做到再说到 第二步不够 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怎么样能够通过这电影来带动所有的华人在各方各业 很多工作作为比我好多的 能够赞成讲我的故事 所以他的贡献是我们华人的领域 他也是我们华人之光 我在这里也呼吁大家10月27号 华人身边的人 华人我们清白合约 来做更多的美国人来观看他的电影 王明旭博士让在场的所有贵宾们完整地看完了一整部电影 也已解答了贵宾们提出的问题 5月27日和5月30日在东北区的Liberty Educational Foundation 也举办了三场观赏宴会 很多朋友们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前往观看 5月28日和5月29日在华盛顿DC 由主办方东西方文化学院和协办方旅美科技协会 也为当地的同胞们举办了两天的观赏宴 现场爆满 受到很多观众的赞赏 活动办得非常成功 宴会现场还有王明旭博士 签字合影送书仪式 几乎到场的每位贵宾都收到了 SIDE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原创书籍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